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阿努亚穆沙被指涉嫌违反防疫规定 与多人同桌吃饭后 吉隆坡警方证实完成调查报告 今天上程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塞夫·阿兹里证实 警方星期二已经向阿努亚穆沙录取口供 目前等待武吉阿曼进一步指示 不过警方不愿回应 为何阿努亚穆沙至今没有因为违规行为接获罚单 社交媒体早前流传一张照片显示 阿努亚穆沙与其他六人同桌用餐 疑似违法标准作业程序 警方接获投报后援引1988年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开档调查案件